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浓妹大眼面如惯欲的男子 曾几何时是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 想当年只要他一出席活动 第二天保准上了各大新闻的头条 当时的年轻男子为了获得女孩的芳心 纷纷脖子缠绕一圈围巾来效仿强哥周润发 不过说回来周润发的长相有多俊美 当年可是有人专门分析过 说他骨相云秤 有着男性群体难得的浓颜面容 正是由于眉目浓厚大眼深邃 构成了完美的五官 但是由于他脸具较短 脸型偏硬朗 导致他整体风格更有王者风范 是港台娱乐圈难得颜值技场均报表的人物 可以说是当时港台娱乐界的门面担当 就是这么一个耀眼明星 也有情窦初开的时候 在1977年 22岁的周润发 迷恋上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子 妙千人 并一发不可收拾 还对外公布这是自己的初恋 妙千人何许人也 港姐出身 生长于书香世家 年少时去中欧留学 在那个年代 也不是谁能留得起学的 对于从小出身贫困瑜伽的卓人发来说 妙千人就是高高在上的女神谬斯 是他心中的白月光 妙千人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这种气质高贵优雅 是一种雍之俗粉不能相比的 也难怪 小当年妙千人留学回来参加港姐评选时 据说一众评委都被他吸引 可想而知 妙千人是多么气质出众 然而他的长相却一直备受争议 总之没有长在传统审美点上 按照国人的传统审美来说 这种气质绝伦的女子 应该是雪佛花帽眼如秋水 樱桃小嘴一点点的美女 虽然比不得西式貂蝉 却也要长得玲珑剔剔 事实上妙千人长得颧骨高耸 稳步突出 皮肤颜色较深 实在和美字不搭边 但偏偏美人在骨不在皮 真正的美人从来都是有风骨和气质的 大美人杜鹃也是这种气质第一 长相第二的类型 他们真正的美是风采之美 他们犹如行走在人间的精灵 时不时挑起些许灵动 留下一片遐想 也正是妙千人的这种凉薄淡雅的美眼嘴角 更为他添加了一丝清冷感 有时候在那儿仅仅是坐着不说话 也能持续散发清冷高贵的气质 这种气质夺目倒直逼人心 所以当我们在看妙千人的影片时 会为他的绝佳气质惊叹 而不是为他的容颜惊艳 刘德华曾在采访中说 妙千人在我眼里就是一个气质非常好 让人不敢接触的女神 每次与他对视 我都会非常紧张 在电影《投奔怒海》中 刘德华和妙千人有一段吻戏 当时刘德华打死也不重拍 拘谨的仿佛像一个小男生 再后来在媒体的提问中 刘德华回忆起了当年的场景 妙千人一直以来都是我的偶像 他十分漂亮又很是性感 想到自己可以吻他 我既紧张又害怕 面红耳赤的完成了这场战斗 拍完这出吻戏后导演说 拍的不是很完美 希望重拍一次 可一向服从安排的刘德华 坚决不再拍一次 可见妙千人的魅力之大 让刘德华都无力抵抗 发歌是在娱乐圈摸爬滚打数年的人 娱乐圈的皮像美人千篇一律 看得多了未免会引起审美疲劳 而在1976年拍摄《狂潮》时 周润发被眼前的高贵女子 妙千人所吸引 在一年的拍片时光里 两人日久生情在所难免 周润发爱妙千人到极致 并时常公开场合说 妙千人是自己的最爱 这样高调的秀恩爱 已让当时的影迷为之疯狂 曾有人评论 一见妙千人物中生 男人这种动物对待初恋对象 那可谓是尽成尽责 当大男孩牵起初恋对象的手时 会微微颤抖 那种错愕惊喜感和自豪感 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他解禁所有 把一颗真心 谨慎勇敢地交给对方 这便是人世间最美好的初恋 遗憾的是 妙千人和年轻的周润发认知 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换句话说 就是两人三观不合 其实也难怪 一个是来自上海 长居香港 又去中欧留过学的大家小姐 举手头足间 无不透露着 难以言表的高贵和气质 一评一笑里 掩藏着万千风情 就连走过的路和看过的书 都充满了内涵与诗意 而周润发呢 只是一个矛头小子 出生在清贫的农村 没出过香港 没去过瑞士 不知道苏黎世湖有多美 没见过少女风头的白雪 他爱她 却不懂她心中诗人一样的惆怅 他也爱她 却不明白她口中的叉烧包有多美味 毕竟没读大学的周润发 不懂伤春悲秋 在她眼里 只有秋收冬藏和补贴家用 而吃惯了山珍的千金小姐 无法理解普通的叉烧包有多美味 长期的三观不一致 是两人感情的致命伤 也是两人分手的导火索 最终两人和平分手 分手后的周润发 在追女载和成名的路上越走越远 而几经碎意蹉跎的周润发 也越显成熟稳重 最后密得两配成惠莲 妙千人当初与周润发分手 一是因为二人没有共同语言 再就是因为谢贤的加入 谢贤当时刚刚与珍珍婚姻破裂 正巧看到了妙千人 对她很是喜欢 便毫不犹豫地开始追求妙千人 那个时候周润发和妙千人还在暧昧阶段 谢贤全然不顾他们的感情 对妙千人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她整日用豪车接送妙千人上下班 还吃二十万买了一艘游艇 专门带妙千人出海游玩 与周润发相比 谢贤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 很快就吸引到了妙千人 与周润发分手后的妙千人 答应了谢贤的追求 成为了她的女朋友 只是谢贤天生是个花心的人 与妙千人在一起没多久 又爱上了别的女人 他们的感情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便走向了结束 后来谢贤谈到这一段感情 直言妙千人根本 不算自己众多女友中的一个 她说与妙千人交往的时候 她还是个少女 所以在一起三年 从来没有碰过她 从这段话中 足以看出谢贤的虚伪 细数她交往的女友 哪一个不是少女 能说出这段话 也只是为自己的花心好色 开脱罢了 谢贤的退出 让很多香港的富家公子 有了追求妙千人的机会 其中对她追求最为猛烈的 莫过于香港恒生银行的公子 林秀峰了 林秀峰追求妙千人的时候 向她展现的都是自己幽默学识的一面 她爱好收藏 会凭酒懂生活 与妙千人交流时侃侃而谈 十分的合她的口味 妙千人竟然答应了林秀峰的追求 开始与她交往 交往了一段时间 妙千人渐渐的发现 她和林秀峰之间 似乎不仅仅是男女朋友那么简单 每每与林秀峰见面 都会登上当天的娱乐头条 而且头条不像是被无意抓拍 更像早有准备一样 几经调查 妙千人才发现 原来自己被林秀峰利用了 林秀峰当时正在创办新的电视台 需要热度 验响借着妙千人的名气炒作 妙千人了解的事情的真实情况之后 才知道了林秀峰的狡诈与伤人心理 果断与她分手 事实证明 妙千人的选择是正确的 若干年以后 林秀峰聪明反辈聪明物 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 在与林秀峰拍拖期间 妙千人还曾经磁眼过一部电视剧 在当时引发了热议 那时电视剧网周人开拍 女主角定下了妙千人 妙千人进组以后 便勤勤恳恳地拍戏 直到拍摄进行到第八集的时候 她突然磁眼离开了剧组 原来妙千人越演越发现 这部剧的剧情仿佛在影射自己 剧中讲述的故事 与她的感情经历很是契合 不仅如此 剧中的女主角设定是一个情妇 这让妙千人无法接受 直接霸演 这便是妙千人的个性 她有勇气去绝对自己不利的工作 同时也有这个底气 在感情和事业上经历了波折的妙千人 选择了慢慢淡出娱乐圈 淡出娱乐圈的她并没有完全放弃演戏 她吸引到美国读书 选读了电影专业 在读书期间 她遇到了一生的挚爱导演王颖 当时的王颖只是一个新人导演 名气和妙千人相比 要差很多 可妙千人还是觉得 她是最有才华的人 也是最能和自己聊得来的男人 很快妙千人与王颖结婚 做起了王颖背后的女人 后来王颖也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了自己 也说明了妙千人没有选错人 她指导的电影《喜福会》 与中国盒子都备受观众喜爱 放映之际引发了不小的关注 与王颖结婚后 妙千人便定居在美国 很少再出来拍摄电影 许多人不甘心让她就此退出演艺圈 便对她穷追不舍 询问她何时付出 妙千人为了让媒体和观众死心 便直接丢下一句 我憎恨电影 此生都不会付出的话语 堵得香港媒体哑口无言 再也不敢向她提起这个问题 妙千人从此便亲近了 退出演艺圈的妙千人 做起了全职太太 她一改之前的装扮 换上了朴素的衣服 而且衣服大多都是男装 她说这样就可以与先生换着穿了 她会在网影拍戏的时候 包好汤去剧组探班 让统剧组的演员都为她的改变而感动 她不再出席一些活动 即便是出现 也是陪伴在先生的身旁 与她手牵手走红毯 见惯了各色各样的男人 妙千人最终选择 停留在了网影的身边 倒不是因为她足够优秀 而是因为她足够懂她 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分离 便是二人的真实写照 回顾以往 妙千人从出道倒退圈 并没有经历很长的时间 却依旧留下了许多的经典 她的作品 她的故事 如今仍然会被人津津乐道 这便是她的魅力 一种与生俱来的魅力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